最後一題 有個平直公路上 汽車超速盡著警察開始追 啪啪啪啪啪 請問你哪個是對的 A不用算 B理論上要算 確實答案要算 但是用感覺的可以不用算 這個敘述本身不用算 你就知道對不對 C看起來也是不用算 豬看起來也是不用算 於是乎不太需要計算 就可以知道誰是答案 原則上不用算 就會知道答案是誰 停車戰界問 我們要找一位可愛大帥哥 大帥哥 28 28 28 答案多少 2 你選B 請坐 你答案選的是B 我問你何者正確 你答案選B 警車是從禁止出發 所以出速為0 所以應該是乙車是警車 所以選項A是錯的 VT圖的斜直線 代表的是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甲是斜直線 所以甲做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選項出是錯的 然後選項B C我們在當下跟你討論 我們當下跟你說 我們知道答案是C 但怎麼回事我們等一下再講 OK來就講吧 第一個 0到4秒它的距離越來越 甲走得比較長 移走得比較短 你靠誰知道的 不用算就知道 請問你那就是 如果要說 請你真正算出來 0到4秒走多少 甲走多少 移走多少 確定誰走得比較長 他剛才說 4秒鐘追上是錯的 那請問你幾秒鐘會追上 第一個 你怎麼知道0到4秒加比較長 你怎麼知道 0到4秒加之後比較長 可愛的小女生 不用算 用看就知道 可愛的小女生叫做 怎麼都男的 女生 10號 10號 面積比較大 這是一個好講法 VT圖的面積代表位移 0到4秒鐘 你看到甲比較大 多圍了一塊 它多圍了上面這一塊 所以甲的面積比較大 所以呢 它的位移就比較大 OK 停車站接問 那如果請你真正的算出來 甲走多少 移走多少 走多少 那你要算誰 那你要算誰 剛才那個就告訴你了 誰代表位移 面積是位移 所以你這樣算誰就有了 算面積嘛 那請問你用甲算在多少 移算在多少 這兩個形狀很簡單 應該會算 小學就會了吧 夜面積的巨大小學就會了 警車你告訴我 甲走多遠 移走多遠 請你站起來告訴我 甲走多少 移走多少 OK 我們要找一位可愛大帥哥了嗎 可愛大帥哥 帥哥 帥哥 五 三十 甲走多遠 移走多遠 七十 甲走七十 移走 移走四十 請坐下 你的甲走了七十 講那個是一個K型上底加下底乘一高 除以二 你說移走的四十 你那個是一個三角形所以是底乘一高 好 除以二 所以答案四十 沒錯 確定甲走的比較遠 真的用算的算出來 甲走的比較遠 不要真的算出來 對 這可以用公式算 我剛剛是用畫圖算 你可以用公式算 你會算這兩個答案 好 用公式算算出來 七十四十就知道甲走比較遠 不要算 不用看面積誰大 就知道誰比較遠 OK 好 下一個 四秒追上是錯的 那請問你幾秒鐘追上 四秒追上是錯的 那幾秒鐘追上 幾秒鐘追上 你猜幾秒鐘追上 這個方法有很多種 當我會跟你講一個垃圾步 然後你還把它背起來 因為答案都是這樣做出來的 答案都是這樣做出來的 好 有一個垃圾步 我們先不要講垃圾步 我們先講正常步 來 幾秒鐘追上 我們要找一位可愛小女生了 我們要找一位可愛小女生了 有沒有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No.1 No.1不在 No.1不在 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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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秒喔 你怎麼算是4秒的 就這樣算 怎麼叫就這樣算 胡扯就這樣算 答案叫做 來 認真努力做 認真努力做 我們兩車相遇 是位置一樣 不是位移一樣 VT圖算出來的是位移 要加上從哪邊出發 才會變成位置 不是 這一題 兩個是從同一個點去算 所以出發點一樣 所以位移一樣 就是位置會 一樣 就不用處理了 那為了要算面積 我又需要知道速度 才能夠沉啊 然後呢 我假設 一個是VA 一個是VB 然後呢 甲是T型 所以就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 除以二 OK 這樣做 上底 15 下底就是VA 乘以高 乘以高 然後除以二 所以時間是T嘛 然後除以二 OK 那乙式三角 就底乘以高 除以二 你知道嗎 可是這樣子就會有 三個位置數對不對 只有兩個方程式 這樣一定解不出來啊 所以要想辦法 把VA跟VB都幹掉 用Key來表示 這樣我們就可以簡化掉 加速度嘛 等加速度嘛 隨便點加速度都會怎樣 一樣嘛 所以找一個0到4秒加速度 跟T到0秒加速度會一樣 就發現呢 我的VA可以用K表示 這樣有4 這樣有4 那同理呢 乙車也一樣啊 再做一次啊 0到4秒這樣算加速度 0到T秒這樣算加速度 VB會是這樣 那VA跟VB都化成T了對不對 這樣就 位置數就變少了嘛 就變少了 帶回去算 這兩個要一樣大 對阿 該笑的笑 該笑的笑 該笑的砍 該笑的砍 那這個VA跟VB都怎樣 都化成T嘛 用T表示 然後呢 就是數學啦 認真啊 努力啊 就4秒鐘 就4秒鐘 就做出來啦 這是一個正常的做法 認真努力做 代工事也可以解決 來 垃圾鋪 垃圾鋪是說 你看喔 面積代表位移 我們大家都有這塊面積 這塊面積不要理他 假原來多走的這一塊 以後來多走的這一塊 所以這兩塊如果一樣大 總面積就一樣大 這兩塊要一樣大 這叫做對領角相等 然後還有邊邊也會多 他就直線垂直 然後角度都一樣 相似 而起來必須要面積相同 所以會怎樣 全等 全等的話 那如果 如果全等 如果這裡要4秒鐘 這裡要幾秒鐘 4秒鐘 所以4加4叫做 BIR 答案就出來了 數學 全等 答案就是BIR 又是不用扯任何的理化 數學就把它給解決掉 基本上這個情況就這樣說就好 基本上這個情況就這樣說 就是全等 左邊跟右邊兩打 就解決掉 所以我說可以當做個垃圾部學會 這就是我們的問的問題 請你要會回答這些問題 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是什麼 然後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這樣才能夠表示你真的已經徹底了解了 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